哦呦 这什么东西啊 第十年代的菜 哦呦 这个书 真的好有年代感啊 这边边的胶都发黄了 钉子也生锈了 哇 真的是好旧啊 70年代哦 刚那个时候父母应该有在下乡吧 诶 这里还要定价了 这是3毛6 这个3毛5 你们知道那个时候的3毛6 等于现在多少钱了 我猜 5块钱 你们说对吗 哇 就这么薄薄两本书 各地菜有180块左右 而且还都是由这些单位给写的 不知道他们现在在账票 你不在了 他们应该都还在了 那我就随机翻一眼做一道菜 来尝尝看70年代的菜是什么味道 看一下什么菜吧 核桃鱼拖 诶 这名字看起来挺美的 来看一下配料 核桃肉2两 香菜3钱 葱姜膜2分 3钱2分 70年代的伎俩方式是这样的 那问题来了 老板 这个香菜有3钱吗 我又算我又不知道了 要2两是多少 就要2两 4两 5两 不断了 搞一斤吧 还有一个它剪一下 它就没剪 就是一斤不了 然后它又要个 就是你会有点剪 看哪个 我终于弄清楚了 这个重量上 1钱等于5克 1分等于0.3克 1两等于50克 长度上 一寸约为30 1分约为3毫米 有用的知识增加了 现在就按照菜谱 把这一道70年代的核桃鱼托做出来 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鱼肉打成鱼绒 葱姜末2分 干淀粉3钱 味精 盐 蛋清 黄酒3钱 核桃加进开水 泡好的核桃用签子去皮 吹干水分 炸熟捞出 馒头修成 1寸 5分长 8分宽 2分厚的 1寸 那就1 馒头上刮一层鱼绒 放一块核桃 放上香菜 这个大概就是我常常中核桃鱼托的样子了 猪油下锅融化 五成热下鱼托油炸 核桃一头就做好了 真的挺精致的 这居然是70年代的家常菜 我已经坐不及待啦 好香哦 这个核桃又香又酥 鱼托外壳是有一点点酥脆的 里面是软糯又有点嫩的感觉 整个口感超棒的 70年代的